游轮第十天 按照原定行程 应该停靠在巴哈马的大马登岛 那里是罗威游轮公司买下来的私家岛屿 据说迎接我们的将是一派田园师般的仙境 细软洁白的沙滩 挺拔高大的椰树和平缓幽静的海湾 啊 太美了 巴婆原本打算在蔚蓝色的海水里边 好好的游泳放松一下身心 可是附近的海面起了大风暴 大游轮和接拨的小船难以靠近 非常的危险 行程必取消了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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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太遗憾了 只好待在船上吃喝玩乐了 不过没关系 留点遗憾 下一次再来玩了 人到老年 坐游轮是最好的旅游方式了 因为你在游轮上什么都不用担心 还能遇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各路朋友 瞧这一对来自美国加州 和八公婆一见如故 一路上谈笑分身 互相鼓励 开开心心 玩得很快乐 还有来自国内的朋友 早餐还没消化呢 又吃午餐了 什么意大利餐 海鲜大虾 日本寿司 美国汉堡 法国蜗牛 热带水果 精品甜点 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有一天中午呢 居然还有烤乳猪 嗯 就是味道还不错 可惜八婆没有吃到 吃饱喝足了 想干嘛就干嘛 躺在家板上 晒太阳 吹海风 掌标啦 在船上了遇见 这位中国姑娘小姑 服务态度非常好 人也很可爱 谢谢你啦 客气 我是耳道锅中华的 华锅华 曾经有人开玩笑说 坐游轮好比进猪圈 把人关在一个大大的猪圈里 猪呢 白天放风凌出来跑一下 回来饿了就早点吃的 想吃啥就吃啥 吃了睡睡了吃 几天下来就长得飙飞体壮 爸婆好想永远做这样的猪啊 我说可以拍 真是职业病 走到哪拍的 哪不拍的话就是手痒痒 心也痒痒 这个没办法已经是形成这样了 哈哈 你瞧又吃上了 吃的心满意足 食物足蹈 还说这是最后的午餐 哎呀 这种猪啊 真是太幸福了 谁不想当这种猪呢 吃了一盘 再来第二盘 哈哈 屏幕的午餐 歇一会儿 就去游泳 或者泡温泉 啊 温暖的水 冲击着你的腰和背 真是高级享受啊 非常的舒服 然后沐浴更衣 衣冠楚楚的 和朋友合影留念 揭露下这难忘的 美好时光 我们的朋友圈又扩大了 在这一国他乡 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百年修的同传度 太难得了 怎么能不欢庆欢笑呢 尤其是我们的一位朋友 正好赶上过生日 最后的晚餐 明天就要上岸各回各家了 无论以后能辅在相聚 这一刻的美好 已经永远定格在我们的心里 最后去看告别演出 还可以和船长一起照相呢 这一刻 we are the champions we are the champions we are the champions we will,we will roc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we are the champions we are the champions we will,we will rock you we are the champ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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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re champions we are champions